多謝大家支持食魯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食魯頻道 按鈴鐺 我們有新片馬上可以和大家分享 接下來星期三晚就跑九場的快活局 頭場是六點九大家記住 早一點點 擔心椅子在家就去到馬 我自己推薦去到第九場 二班一千 這一場我就會推薦這個好東西給大家 留意一下他就是跳出世界 上次你看到他怎樣贏 就是沙田一千直奴 十當的雷神奇 黃帽就紫三那隻 他一向都跟在前置 現在在中間位 白臂梁那隻很輕鬆 現在就在第三位 前面也有一些快領馬 萬事厲害那些 大外當也有當家後王 你看到現在他守著還是第三位 其實很輕鬆 雷神 看到最後五百就給了兩項 然後捉了 免得在裡面 直接在中檔就砌 你看到馬一千 其實這隻馬很準的 沙田的直路一千 和花肉谷的轉彎一千 都是非常準的 我明天就會找他做膽 腳方面就會拖起來了 內檔那隻是萬事厲害 這隻馬也是 在領檔之間 其實他走得非常之好 還有經典知識都要 上場都叫三班 然後贏四個馬位上到二班 其實他上二班是有些對手的 尤其是我膽的跳出世界 都是他對手之一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腳就要拖起來了 還有九號 就是金古齊明 金古齊明也是三上二 也是上場一檔也很輕鬆 這次是潘頓二檔 還有八二磅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這隻馬 這次我推介很簡單 三號跳出世界做膽 腳就拖 六號的萬事厲害 還有八號的經典知識 九號的金古齊明 剛才也解釋過 為什麼要選這四隻馬 馬膽就是跳出世界 因為這隻馬實在太盡 還有這一組 我自己覺得大門就沒辦法 因為經典知識上場 他的表現非常之好 不過三上二是絕對有阻力 萬事厲害 也是一隻快放金錢 我估計他的跑法 三檔 田大安高東寧 應該叫他貼爛走 看看會不會他貼爛 然後跳出世界 跟著是二三位 轉彎直路追他 就是這樣 另外根本齊明也是一隻 質身不錯的馬力 偷偷賣 搞好這隻馬之後 令到這隻馬 之前本身的問題 搞好之後 可以幫到這隻馬 好多 這隻馬的狀態都好 上場都贏得很輕鬆 從方前我的心意 給大家看看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的心想就是 第九場 三號跳出世界做膽 跟著腳就是拖六號 萬事厲害 八號的經典之聲 和九號的金鼓齊明 希望這四隻馬 可以幫到大家 剛剛 星期日只有膽 沒有腳 希望這次就直接 膽腳都出來了 另外兩個partner 還有張老師 和Matthew 都有其他的心意推介 但是只要看完我們的波 和馬 都過關了 希望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 明晚多贏